大家好,那么在这个系列更多当中啊,就要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在我们可视化当中啊,一个非常重要的酷叫做Siburn Siburn这个酷啊,可以说是在我们的之前讲过的一个酷叫做Metplot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个封装 咱们之前啊,在用Metplot进行画图的时候就是这个酷 我们在画图的时候啊,是不是说,即便你要画一个比较简单的图 你还是啊,要按照这样一个流程把所有的一些代码都要写完啊 那大家当时有没有这样一种想法啊,就是说,现在我想画这些图啊,无非就是一些统计方面的内容吧 那有没有这样一个模板,在我的Metplot的基础上给我进行一个封装 然后呢,我直接调这个模板报数据一往里传,就可以把这个图给它画出来呢 那么啊,Siburn这个酷啊,就帮助我们做了这样一件事 它其实啊,就在这个Metplot上啊,进行了一个封装 其实呢,它的底层啊,还是这个Metplot的 只不过说啊,它给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模板 之后呢,当我们想进行一个画图 比如说,画条形图啊,柱形图啊,或者是折线图 或者是特征单面量之间关系,多半面量之间关系,热度图啊,之类等等 它都给我们提供出来这样一个模板 只需要很简单的那么一两行代码就可以完成这样一个任务 所以说啊,咱们这节课的一个内容就给大家讲解一下 怎么样用Siburn这个酷啊,画出来这些比较漂亮的图 其实呢,它已经啊,给咱们提供好这个模板 非常轻松啊,我们就可以把一个非常漂亮的图给它画出来 嗯,那首先啊,先第一节课,现在大家来说一下 关于这个Siburn这个酷啊,它该怎么样进行一个安装 嗯,在这里啊,我们需要打开我们的Anneconda啊 就是咱们最早配置的这个Python的环境 在这里啊,就是看大家的一个喜好吧 这里其实你既能用Conda install,然后还能用Pyp install吧 我是啊,比较喜欢用这个东西 因为最早开始啊,就是用Pyp这个东西进行安装的 我们在这里啊,打上一个命令 就是一个Pyp install一个Siburn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酷啊,给它装进去了 嗯,因为我在这里啊,就是已经安装过这个酷了 所以说,当前啊,它就会显示这个酷已经安装好了 如果说啊,大家还没安装 首先第一步啊,先把我们的一个Siburn这个酷装好 装好之后呢,在我们的命令行当中啊 试一下这样的命令啊,就是有一个 empower的一个Siburn,爱是一个SNS啊 这是我们通常的一个别名 在Siburn的官网当中啊,也是推荐我们 把Siburn当成是一个SNS的一个别名的 那这个啊,就是Siburn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啊 它是在封装在Metpro的基础上 给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模板 那接下来的课程当中啊 我们就要给大家用实力演示一下 怎么样用Siburn这个酷啊 做这些非常漂亮的图出来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